來 委員好 這個陳秘書長 這個我先想請教一下 這個當時的內政委員會禮拜一 我們到底是違反哪一條議事規則 違反哪一條議事規則 我所接觸的消息是 當時那個同仁告訴我說 這個本來是在審這個圓民隊預算 那突然間跳過去 把我們的幾個案子拿出來做表決 以後又跳回圓民會的議書 那我們只是認為說 這樣子議程上處理是不是有所問題 有所問題是違反議事規則 你是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嗎 你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嗎 我是說那個東西好像對議程上的處理 好像是不太對 你在寫報紙上你就講說違反議事規則 你要不要道歉 報紙上寫的不一定是我完全講的意思 因為他們那天問我的時候 說議程怎麼會是這樣跳的 那你在媒體上公開發表的言論 說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議事規則 我沒有所謂的意思 你要不要道歉啊 什麼叫做在野黨非常不可取 蛤 什麼叫做在野黨非常不可取 那個委員能不能容許我講幾句話 我想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兩天我自己心情也非常難過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我來立法院這邊 我是要跟各位委員報告我們自己的狀況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是一個理性問政的一個場合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我們按照我們的立法院的規矩 我們的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還在成立處理這些事情 那當然 你還在講 案子通過了以後 坦白講 我當時覺得心裡蠻痛的 我現在問你說 張偉主持會他是違反議事規則哪一條 我沒有說張偉違反議事規則 而且我也不敢講 你說立法院違反議事規則是哪一條 我沒有說張偉違反議事規則 而且我也不敢講 什麼在野黨無視於議事規則 突然跳躍處理議案 讓他連說明的機會都沒有 蛤 我當然希望說 在處理議案 無視於議事規則 什麼叫做無視於議事規則 意思是說 我們處理議案的時候 希望能夠在我在現場 為什麼要等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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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是我的期望 我是說 蛤 為什麼要等你站 我說希望我在現場 我能夠來這裡 你在現場開會通知 告訴你幾點要到立法院 開會通知什麼時候 開會通知什麼時候 告訴你到立法院 開會通知什麼時候 你那個開會通知拿給我 沒有我們都按照整個議程處理 那邊我被告 開會通知什麼時候 通知你來立法院練習 開會時間是什麼時候 它是整個整個 整個兩天的時間 蛤 什麼時候我問你什麼時候 你有沒有收到開會通知 我們 你有沒有收到開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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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你有看到上面寫幾點幾分 開始審查預算 我們記得上面是按照程序來審查預算 上面有沒有寫說幾點幾分 開始審查 那是從九點開始 有沒有開始審 跟你說開會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是沒有講說 那是沒有講說 有沒有跟你講開會時間幾點 開會時間當然有 但是他沒有講 那你有沒有跟你講開會時間幾點 那你有沒有跟你講開會時間幾點 早上開會時間當然按照 上面有沒有跟你講開會時間幾點 有有有 告訴我們開會時間十點 幾點 但是 那日行政院輪到什麼時候 所以一定要等你來 我們才能審查預算 我們通知我們立刻就來 我們立刻就來 誰通知你來 我們的府衛聯絡員通知我來 對不對 誰通知你來 開會正式的通知 就是告訴你說 九點開始審查預算 你隨時都有可能 假如前面的預算審查比較快 本來就有可能 對 立法院假如變更審查的順序 有可能你也比較快 所以你本來就應該在隔壁 或者在立法院附近來待 讓我們不要刪 那因為這個是涉及到明年國獨署成立了以後 好好